感谢菲律宾Core Magna公司提供本维修案例 Core Magna公司成立于1982年,现为菲律宾的代理商 本案例使用万能770生铁电焊条 用于维修菲律宾海军军舰的引擎本体与排气气管 该舰在南海哈拉湾航行时发现主引擎泄漏 舰长认为以严重影响了船舰本身的性能,必须要返航维修 途中就是要维修的引擎 维修人员正在检查受损的部位,现场勘察发现不能拆卸引擎维修 途中就是引擎泄漏的部位 海军人员原本想更换引擎,但在经过仔细评估 发现成本太高,估计要花新台币近500万 外加四周的宫崎 这张照片显示维修人员尝试要照明、要焊的地方 途中,橘色衣服的就是Cloud Magnum 构思同仁 海军维修人员正向他说明受损的地方 在经过现场评估后,再度确认 拆除引擎维修的方案是不可行 用万能770维修只花了三天就完工 而非原先预估的要四周的时间 本维修案例使用的是万能770电焊条 来焊接泄漏的引擎本体与排气气管 在Corn Magna 公司同仁监督下 以未拆卸引擎的情况下焊接 现场实际使用万能770的状况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要修的地方十分狭小 这是引擎另一处要修的地方 这是该部位更细部的特写 从图中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个开口 但太深难以接触 连焊弓的头都很难靠近 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如何在不拆卸机器的情况下焊接 这是焊接的难题是 要焊的部位在机器极深的地方 因此焊接人员要用一个布木棒绑住支架 才能够升到要焊接的区域 而一般的生产用的焊接过程中 焊接十分容易,因为师傅操作的空间很大 照片显示用万能770打底 在本次焊接过程中 母材未经过任何准备的程序 市面上,其他的品牌焊条大部分都需要面对砂孔的问题 因为砂孔未经过任何的清理 砂孔是焊接的母材未完全清理干净的状况下 最容易发生的问题 而万能770在本案例中 以未清洁母材的状况下使用 仍然没有砂孔 焊接过程中,母材没有任何的预热 若使用他牌的焊条 如果未预热母材,焊道将没有结合性 但这个案例因为焊接处过于深入 因此焊前并没有做任何的预热动作 由于作业区域的限制 因此本案例事前并未清理与预热母材 但使用万能770解决了这些不利的条件 本次维修,使用万能770 买了约新台币12万的焊条 省下了大约新台币450万 焊金一个月的工期 完工后呢,焊条还有剩下 谢谢